嗨 我是Ann 這次帶著大家來到嘉義梅三鄉 來到梅三鄉市區走跳 車子停在梅三公園旁邊 準沒錯 不用錢喔 而且車位還蠻多的喔 那這邊的市區 我覺得比較熱鬧的點 就是在梅三公園的周圍 以及市區裡面的玉虛宮周圍 都是很熱鬧 小吃啊 攤販啊 店家都在那裡 這次走 我們來去市區吃小吃美食 跟著我走唄 這一家我們來去吃一下 梅三阿美族廢 很多耶 來到梅三阿美族廢呢 怎麼點餐呢 統一不論內用外帶 就是在攤販前面自己加取自己要的餐點 然後排隊 結帳 內用呢 自己就是找位置做 那我們今天做的就是VIP 做到最裡面 餐點呢就是有很多 我今天唯一殘念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沒點到 我沒搶到最後的鹹昏粿 因為它是限量一盤 賣完就沒了 我差那一步 但是呢 吃到這邊就是有米腸一定要吃嘛 還有租費 其實餐點很多 就是那個大鍋裡面自己去撈 那我今天就是想說 嘗鮮吃吃看 那醬料基本上店家幫你配好 如果你想要吃芥末 就自己在旁邊去加芥末 開動 它的那個糯米腸是自己就是會炸過 然後就是秤重技嘉 那我們今天這一份是55塊 總共啦 它糯米腸好香喔 超扎實的 滿滿的那個 糯米在裡面這麼好強耶 然後再吃一下 那是豬肥吧 那我想要加點芥末吃 吃那種嗆辣感 其實豬肥它沒有味道 沒有腥味沒有什麼任何的味道 很像 橘子在嘴巴裡面這樣吃海綿 嚼海綿 然後有那種空氣感 所以它必須用很多的調味料 來增添它的味道 它們真的就是毫無味道耶 就一直嚼一直嚼一直嚼 沒吃過豬肥嗎 那去找塊海綿嚼 看這種口感 你應該就能夠體會 但是還是來吃吃看 我覺得滿特別的 就非常給人這家 阿美豬肥 現在帶大家慢慢的走到 玉虛宮那邊 那邊就是有個市場 其實你看 就看到滿熱鬧的 這樣要體驗Local人 當地人在逛市場的感覺嗎 我要說喔 在這邊開車 或是騎車一定要注意 因為這邊的老人真的比較多 他們都會用行動車來做一些代步 所以必須小心 開車一定要慢行 我覺得連走路都要閃他們了 吃米糕 走吧 喔喔 太晚來了 我們阿薑米糕的米糕賣完了 只剩下 補肉飯 坦哥說補肉飯他想吃別家 所以 再去找別人來吃吧 所以要吃阿薑米糕的朋友們 記得要早點來 晚來就吃不到了 然後市場就在我們的對面這邊 看一下吧 它是比較小一點的感覺 所以我們要來逛 可以逛嗎 然後呢 我不想逛阿 這個那個 梅圓牌 公圓牌 那賣梅子 這邊好多店家在賣那種 醃漬的梅子耶 等一下再找一家來買 古早味煎盤梅 我們今天點的是小份的 看過來這裡 這邊有就是蘿蔔糕 然後日常鮮腸 然後 豬腸 昆腸等等的都有 60塊 那另外我點了一份綜合湯 它就是有蘿蔔 豆腐嗎 貢丸 你覺得在這裡阿 店家都有他們獨門的醬料 都感覺都還蠻強的耶 那愛吃辣的阿 店家桌上有附辣椒 所以 我就要來加 然後這邊的店家 我覺得這邊的店家都很親切耶 然後 我覺得這邊就是限量款 就是 你看晚來你都會吃不到耶 怎麼會做一樣 可能就是我覺得 市區觀客真的會比較少 所以 主要是自己在地人吃的 那一旦 就是分量是固定的 太晚就真的吃不到 這醬好強喔 不是髮型的那個味道 甜鹹甜鹹 然後我再加上辣椒 超對味 好吃 好吃 我覺得來到 古早味煎盤果 不知道什麼點 因為他們餐廳選擇非常多 除了煎盤果之外 還有炒麵啊 炒麵粉 湯皮 煙腸 什麼湯都有 不知道怎麼點 就跟著我這樣子點 點一份煎盤果 什麼都可以吃得到 然後再點一份湯 把店家所有的精華 一次吃齊 是不是很棒呢 趕快來吃吃這樣喔 中午之前 就一定要來 要不然太晚來 吃不到喔 來到市場裡面 一定要走到市場裡面 吃一下 阿娟有飯 大米糕 但是他們家的招牌 第一名 No.1是滷肉飯 結果 我們又太晚來了 所以呢 又沒有吃到 No.1的餐點 但是呢 米糕呢 還是要吃一下大米糕 這邊 那個30塊 然後蒜泥跟香菜都另外加 你可以選擇不加 然後另外這個肉羹湯 25塊 然後真的有 兩三塊的肉羹在裡面喔 那餐點真的也是很多啦 還有碗粿 還有其他的湯品 也是重點就是 太晚來了 這些品香呢 就會賣完 很多在地的阿公阿嬤想要來吃啊 都沒有了 真是的 這邊真的是都走 就走限量版路線嗎 他的那個肉羹湯的肉羹 比較偏粉一點 真的還蠻適合老人家在咀咀咀 因為放到嘴巴裡面 不用花太多力氣去咬他 他就化開來了 比較粉啦 但是味道我覺得還算不錯 我吃一下大米糕 他要加好這樣 欸等一下 愛吃辣的我 他們家的辣椒醬 我一定要可是要加一下 這樣才有味道嘛 加分加分 幫餐點加分 就是這樣子吃著來 好 直接吃了這樣泡開來 你看裡面 他那些米糕真的蠻紮實的耶 他的辣醬真的強 有辣度 然後配著蒜泥 我真的沒嗆到的感覺 但是 喔 好吃 但他的米糕也是 屬於那種紮實 然後也是蠻綿密型的 然後很香 真的很可以喔 分享給來到梅山市區的朋友 早一點來 趕快來市場吃一下阿娟有飯 湯米糕 快來去吃一下我沒吃到的滷肉飯 真的要來喔 我手上都有一個甜的碗粿 就是因為坊哥剛一直在看這個甜碗粿 看著看著 我們阿娟的老闆就請我們的一顆 謝謝他 真的超級熱情親切的 我喜歡梅山人 下一攤下一攤 走吧走吧 老鄉民食館吃麵了 但是呢我要先推薦的是 他們家的滷肉飯 看一下 他們滷肉飯呢 就是肉已經蠻多了 味道蠻重的 重點精華 一定要接他們家的酸菜 這樣子 還好吃 我們先爬來吃了 男哥最愛吃滷肉飯 他飯很Q 然後滷肉的味道其實蠻夠的 但是真的加上他們家的酸菜 喔 鹹酸油味 這樣吃起來真的會一口一口爬著來 果真韜客都這樣吃 很強喔 老闆娘跟我們講說 這上菜 另外 牛肉麵 牛肉麵那個 也蠻多塊的喔 蠻大塊的 所以先喝湯好了喔 看它湯有沒有很鹹 有沒有像我們的中立的牛肉麵這麼鹹 喔 他們那個湯頭的味道很順 然後還有回甘的味道 它不鹹耶 喝起來真的好順口喔 甜甜的那種感覺 有點像中藥去熬的那種味道 我喜歡 然後麵 好像算是意麵吧 它麵就不是一般的那種 拉麵的 也就是意麵那種的 吃起來就還是很可以啦 然後肉的話 其實都還蠻大塊的 也蠻暖的耶 好嫩好暖喔 今天牛肉麵整體來說 算是中規中矩 但是它的肉真的還不錯 然後湯就是屬於順口 麵如果是 拉麵麵體Q的話 我就會更加分 那除了這一餐點外 他們家還有很多種意麵啊 水餃 然後小菜 乳味等等的 可以去做點選 餐點的選擇是非常多 就分享給你這家 在美山公園附近的 老鄉麵食瓜 河南蔥大餅 他們家的蔥大餅呢 每天手工現做的 除了蔥大餅之外 還有什麼韭菜盒啊 鮮肉包啊 水煎包等等的 價位都很便宜 同版價就可以吃 老闆娘還說 賣完為止喔 所以太晚來 也是會吃不到的喔 那一份蔥大餅呢 一鍋 它就是十份 它會切十整份 然後裡面的內餡就是 你不看到的 等一下我拉出來一點點 因為有點燙 很Q欸 芝麻 然後蔥花 看到沒有 白色蠻味道香喔 喔 真的很香 這是那種大餅 山東大餅那種感覺 越嚼越香 頗有嚼勁的啊 這是原味喔 它重口味的人 可以跟老闆娘要醬料 他又再另外給你加 會比較 更有味道 但是我覺得這種東西 就要吃原味的 讓吃那種麵皮的香味 越嚼越香的 口感 真的很不錯 這個買回到車上吃 恩 推薦喔 因為很便宜 當點心 梅山修環杯 買好了 它就在玉須公正前面 就可以買到下午 才會出來擺攤 在地修環杯 賣了超過四十年 這邊 這一支呢 他們是刷好之後 才會秤重 很便宜欸 一支才六十五塊 然後醬真的是刷好刷滿 刷得非常的多層 真的是古早味的那種烤玉米 的手法 好香喔 要直接來吃了 好吃 欸 好刷齊喔 那你可以就是點 你要硬一點或軟一點的 然後加辣跟不加辣 那我們點的是一般的 然後加辣 它是一層一層的醬刷上去 我真的無法形容 真的超級好吃 一定要來吃 這個我已經很久沒吃到 這麼好吃的 傳統古早味的手法杯 可以喔 真的 下午才吃得到 梅山衛生所旁的 應該是說前面的臭豆腐 就在這邊 然後除了賣臭豆腐 還有賣蚵仔米酸 我們點好了 今天只是小份的 然後四十五塊 有沒有五顆臭豆腐 它就是已經幫你 有撒好胡椒粉 然後蒜泥 然後醬汁是另外一個 要吃啊記得跟老闆娘講 或者是自己在桌上添加辣椒醬 我現在吃的是原味 就是沒有加辣的 直接吃了 它蠻香的耶 然後它皮是炸的真的蠻酥的 然後裡面的內餡 就是像這樣子 大家看到 它實在是蠻乾 就是有點乾 然後有點脆 其實蠻特別的 也是算是傳統的夜市那種 然後沒有比較濕潤 但是我覺得 好吃耶 很多人這排隊一次買 就買好幾份 它加辣絲當然更加分啊 我給它加辣絲 其實它蠻香的 它不會臭 完全沒有任何的臭味 然後吃起來真的是很順耶 然後泡菜的味道就是 也不會太鹹也不會太酸 難怪這家就是屬於那種 比較圓形一點那種的感覺 所以也是在地人都會來買的臭豆腐 我覺得還不錯 分享給你們 最後一站喔 我們來到了呢 是梅問屋梅子元氣館 這邊呢 就是可以參觀一下元氣館 然後外加就是梅山的歷史 這邊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再買個伴手禮 上個廁所 打到回府 是不是很讚呢 但是我現在就來看一下歷史 我覺得有看到 蠻多我喜歡看的東西 好可愛小朋友喔 好可愛喔 我要教你如何製作梅子 40年梅耶 短短小小的 但是我覺得整體來說算精緻 可以了解到蠻多東西的 好可愛喔 不知道喔 這有點算是 小型的時光隧道的感覺 完全想不到這邊超大的 然後還有那個日曬屋 我去看一下曬梅子 好大喔 很多梅子耶 外加我們這種散客啊 在時間對的時間 可以去做預約那個DIY 可惜這次我們沒有帶蘇果姐妹來 這邊還有 曬梅體驗區喔 這邊真的超級適合 帶小朋友來這邊 做一些體驗啊 拍照 讓他們認識什麼是梅子 然後如何製作梅子 挺不錯的 重點是 不用錢 好啦最後一帳 沒關係買伴手禮了 很多可以買喔 好啦 楊板哥呢介紹以上這麼多 在梅山市區的吃喝玩樂 喜歡嗎 趕快找時間來梅山市區走跳一下 這邊的人很熱情很可愛喔 重點還有 早點來以免好吃的東西 沒吃到